大家好,我是香港市民郵總會男子隊隊長Jacky 林梓瑜 今天想代表香港市民郵總會 和大家分享一些初階市民郵球員可以做的體能program 但做program之前,首先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身體情況 譬如如果你不了解自己身體情況 首先應該要問了醫生或者專業人士的意見 另外,球員都應該要根據自己實際的能力去調整你的program的程度 這樣才會進步和安全和實現 事不宜遲,讓我介紹一下整個program的設計 首先,這個program是設計給初階鮮美球員的 整個program分三部分 分別是熱身、體能以及伸展活動 整個過程30分鐘之內就可以完成 希望球員至少可以抽出3天的時間進行以上的program 每日30分鐘 可以分為星期一、三、五去執行體能計劃 最重要是讓自己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去回復狀態 介紹來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不如我們現在一起去片 看看豆苗體育球員的示範吧 首先,我們第一個熱身動作是開合跳 球員可以依照影片裡的指引去做這些動作 開合跳手腳要大開大合 盡量令自己全身的肌肉可以參與其中 達到熱身的目的 第二個動作,提膝外旋 寬關節旋主有能力,經常被人忽視 而且它的重要性亦被人低估 其實這個關節是我們投擇動作裡的一個引擎 所以它的靈活度對於閃避球員來說是很重要的 之後我們都會有一些影片講關於投擇動作 到時候寬關節就會作為一個主要的法力位置去講解 希望大家之後都可以聽到 第三個動作,提膝內旋 這個動作和上一個動作大同小異 只不過動作是由愛而耐 同樣,這個動作可以提升我們的靈活度 有助我們進行劇烈運動的時候預防受傷 第四個熱身動作,半噸站立 這個動作除了有噸的動作之外 亦都加插了擺在手的動作 整個動作的目的是為了給大家有更多的肌肉參與這個熱身 以及加強身體協調性和控制能力 希望大家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盡量控制自己的肌肉收縮、發力 最後,我們第五個熱身動作是公步轉腰 這個公步轉腰並不是我們平時踏腳 然後水平線轉腰的那種動作 而是需要先踏腳 然後彎腰 再轉腰 手臂指天 目的都是希望可以給多些肌肉 譬如你看到是上肢、核心以及下肢 都有參與當中 去達到一個熱身的目的 熱身過後,我們可以喝口水 稍作休息 但休息的時間不要太長 因為這樣熱身的效果就會減低 關於我們體能活動的環節 我們會做三種動作 分別就是訓練我們的上肢、核心以及下肢 事不宜遲,我們又再去片 我們第一個訓練上肢的體能動作 將會是做掌上壓或是失上壓 掌上壓相信大家都已屬能長 是透過雙腳或雙手和平面相連 透過用腳的肌群和關節協同作用 來加穩我們的動力鏈 除了可以訓練我們的上肢之外 其實它也是用來訓練我們的核心、穩定我們的姿勢 對增進我們表現的神經肌肉傳導是很有幫助的 我們第二個體能活動將會是做公步跳 公步跳這個動作 除了可以充分激活我們的核心肌群之外 我們亦都在訓練我們的寬關節、外展和內收肌的力量 透過這個平衡 讓我們可以保持我們在單腳支撐的狀態 避免出現骨盤或驅降的擺動 這個動作亦都可以充分訓練到下肢肌肉的離心力量 對於預防肌肉在劇烈活動中的防止拉傷 是有極大的意義的 單腳支撐的力量亦都比我們可以在跑跳能力中有所上升 第三個體能活動將會是做平板支撐 平板支撐是一個除了訓練核心肌群之外的動作 亦都可以讓我們身體有不同的肌肉參與其中 都是一個不錯的全身運動 平板支撐透過雙手和腳尖撐起身體 並且修復令到身體好像維持到一條棍子 一支棒一樣 去鍛鍊我們的驅降核心肌肉群 它的耐力以及穩定度 這個是有助我們投擇時候 避免身體驅降有過份的傍動 令到我們的效率會降低 所以對於投擇來說 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訓練 在完成我們的體能活動之後 就來到我們伸展的部份 伸展我們會教四個比較特別想同學做到的動作 其餘的時間就交給你們去自己調整 因為知道學生都讀書繁忙 難免有時會有一些頸緊腹痛的情況 首先第一個動作我們會拉一拉頸 雙手按著斜方肌的位置 也就是你頸的附近 然後頭向上望 這個相反作用力令到它有多些拉扯 下一個動作就是相反方向 頭先向下望 然後用兩隻手繞起來 去綁住頭後面 然後撈下去撈低身 這個時候也要保持挺直 另外也不需要太大力壓在頭上 接下來這個動作 將會是伸展我們肩膀的肌肉 你看到啦 首先就要叉腰 然後另一隻手就按著手爪的方向 然後向身體內拉 這個動作可以令到我們在投球時候的肌肉得以伸展 是一個不錯的伸展動作來的 最後一個動作會跟大家拉一拉小腿 相信啦 弓箭步拉小腿的動作其實都很常見的啦 不過 大家會拉一拉小腿 不過今天再教一教大家一個變化 就是當你拉小腿的時候 如果想再拉一個低一點的位置 其實那個叫比目魚肌的位置 可以嘗試試曲一曲膝頭哥 直腳呢 我們通常就整個肥腸肌 比目魚肌都有拉到的 就是小腿那裡 然後如果壓一壓膝頭哥 讓它形成一個比較低一點的position 就是拉近比目魚肌的位置 OK 經過我們鬥苗體育的球員示範之後 相信大家對這個初階鮮鼻球員的體能計劃 都有更深的認識 希望你們可以準時 亦都可以認真去令到自己的基礎能力有所進步 我們香港節目總會 就希望可以借著這段抗疫期間 和大家一起進步 所以這段體能片 只不過是我們第一個階段 接下來我們還會可能拍一些 投擇、防守或者閃避的動作 去和大家分享 去教一下大家 可以怎樣借著這段時間去進步 所以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或者對於我們內容有意見的話 就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也都歡迎你們 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們 下次見 Face Breathin'in Snowflakes Burnt lungs Sour tast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